实际记载,陈胜打小就不同凡响,他年轻的时候大约家境一般,再给人当雇农。 辛苦的劳作完毕,休息的时候就和一起劳作的伙伴们说,以后谁富贵了,可别忘了我们一帮兄弟。 大伙都笑他,我们这有一天没一天的,你还妄想以后能富贵呢? 于是陈胜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,艳屈安之洪湖之至。 这个故事乍看起来,很像个名人成功学一类的故事。 人们大约只把它当个传说,不见得当真。 可如果我们看了陈胜在大泽乡启示后的作为,我们不得不说一声,陈胜那可真是鸿鸿之至。 我们这些小艳雀,真的很难想象陈胜吴广这类枭雄的胆量与气概。 陈胜和吴广在大泽乡启示的时候,史记是这么记载的,陈胜和吴广随同本军一支九百人的队伍被罚去帝国的北疆戍边。 但是当他们走到大泽乡这个地方的时候,遇到了大雨,被迫停了下来。 雨下了很多天,陈胜和吴广推算后认为肯定要迟到了。 由于根据帝国的法律规定,迟到就要被处死,所以他们俩就合计上了。 现在去了也是死,不去也是死,既然都是死,干嘛不干一票大的呢? 在秦帝国连载的《王后将相宁有种乎》一节,我们有过详细介绍。 这支队伍下大雨而迟倒,按照帝国的法律规定,未必一定判死刑。 让大火造反的根本原因,更多的来自于对前途的失望和怨气。 这九百个被罚书编的人,大多是些曾经有过身份地位,爵位不算很低的人。 正常来说,他们都曾对未来阶级跃升,过人上人的生活有过憧憬。 结果现在被迫一步步沦入底层,甚至随时可能成为徒利。 所以大家的怒火很容易被点燃。 当时的帝国大约每年都有好几十万人在长途跋涉的路上,迎接一次次摇曳于屯树任务。 这些队伍中有上述情绪的人很多很多, 相信采取对抗手段的也有很多很多。 别的不说,刘邦和他的队伍此前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他们就逃亡了。 鹰部和他的一帮狐朋狗友们,大约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他们也逃亡了。 彭月和他的一帮狐朋狗友们,大约也有过类似的境遇吧,他们战水为王了。 彭月和他的一帮狐朋狗友们,大约也有过类似的境遇吧,他们也逃亡了。 帝国当时像刘邦、鹰部、彭月、环楚那样落草为寇的人有很多很多。 要不然,后面转瞬间出现的几十万大军是哪冒出来的呢? 只不过正常人不想再替帝国卖命,大都是想办法躲进哪个深山老林或者江河湖海。 总之,去做个逍遥快活的山大王水大王,乐活一天酸一天。 然而,陈胜吴广的志向却大不一样。 史记里生动地记载了他俩接下来的行为。 他们认为大伙都是乡下人,比较迷信鬼神,所以我们要就此做点文章。 于是,他俩买通了附近卖鱼的人,先准备了一块布,用红笔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塞进于肚子里。 等到一起的数族们买回了鱼,发现了写有陈胜王三个红字的布,自然是大吃一惊。 然后这还不算,到了晚上,吴广还躲在大家堆起的篝火旁边的树林里,学狐狸叫。 而且叫的东西很吓人,大楚星,陈胜王。 有了这么两次灵异事件,到了第二天,大家再看陈胜的眼神自然就大不一样了。 这俩故事写得很有趣,大伙也往往对这些好玩的事津津乐道。 实际上,这些小故事更像口耳相传的传说,我们已经很难判断它们是不是真的了。 然而,这些传说里透露出来的陈胜,却实在是了不得的鸿鸿啊。 人家玩的,可绝不仅仅是迷信小把戏。 今天还不知道明天在哪混吃的呢? 可人家一张口喊出的就是大楚星。 把自己这几百个兵器都没有的家伙,就这么和大楚国的命运绑一块了。 一辈子也就是个种地的农民,人张口闭口,陈胜王。 要知道,千百年来,你见过土里刨石的,有当过大王的吗? 那是一个也没有,甚至都没有人敢往这想。 当大王? 那都是有个好爸爸,好爷爷,好祖宗的家伙想的事。 如果说故事咱不知道真还是假,那接下来启示后的事足以证明, 陈胜珍是气吞万里的人物。 他鼓动了几百兵器都没有的人,然后直接就打出了大楚的国号。 当然,他还没有立即称王,而是自称将军,吴广是都尉。 但是这绝不代表他的野心小,因为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气魄逼人。 他决定分别拉楚国的项雁和秦国的扶苏作为旗帜。 很多朋友会感到很不理解,陈胜吴广的队伍, 为什么要拉这俩风马牛步相及的人做旗帜呢? 其实这俩人都有个共同点,都是死人。 这俩人也都反映了同一件事,陈胜的野心是无穷的。 项雁的旗帜是针对楚国的。 陈胜是楚国人,这支队伍的九百个人大体上都是楚国人。 他们接下来要攻打和拉拢的队伍也都是楚国人。 但既然你国号是大楚,要拉拢楚国人,为什么不找楚王做旗帜呢? 毕竟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啊。 陈胜方给的理由是项雁同志为了保卫楚国流进了最后一滴血, 楚国人民很爱戴他。 这个理由显然是在随便乱扯。 陈胜拉项雁做大旗的目的只有一个, 最大限度地以自己为领导整合楚国资源。 项雁是楚国灭亡时最活跃的人,和帝国多次大战, 还拉拢了在秦国混到宰相的楚籍大佬造秦国的反。 所以,楚国有点来头的人物,都或多或少可以和项雁扯得上关系。 所以,陈胜的意思很简单,只要你能和项雁扯得上关系, 你到我的队伍里来,就可以获得一个前排就坐的位置。 但是你来后也别忘了,项雁已经是个死人, 现在的陈胜大人才是这支队伍的头。 陈胜拉项雁的虎皮,已经让人觉得这是个是心比天高的人了。 然而所谓一山还有一山高, 你不得不惊讶这是个要把天都吞下来的人物。 因为他居然还打出了扶苏的旗帜, 居然把目光还描向了秦帝国。 陈胜为什么要打出扶苏的旗号, 我们在谁编造了沙丘之谋的谎言, 一节已经详细解释过。 打扶苏的旗号,就等于是告诉普遍秦国人, 只要你和扶苏扯得上关系, 你就可以是我的人, 你就可以在我的队伍里前排就坐。 而秦帝国首都附近有头有脸的人, 大约都被拉去北边参与过戍边, 都能和扶苏扯上关系。 陈胜和吴广拉起了队伍以后, 立马就冲着帝国的县城干了过去。 当时天下向陈胜这级别的队伍说实话, 一抓一大把, 甚至比陈胜强很多的队伍也有的事。 但是正儿八经地跑过去主动和政府军打一架的, 这算是头一号。 政府军哪见过这石头呢? 周边线的部队基本上没形成有效抵抗。 而陈胜吴广的部队的进军方向也很明确, 陈胜的之所陈县。 陈胜的战略目标很清晰, 要拿陈县作为扩充兵员的主要据点。 陈县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, 地处中原, 位于淮河边上, 离黄河流域也非常近。 地理位置还不是最重要的,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历史传统。 这里是楚国的古都, 楚国本来的首都在荆州一带, 被秦国攻下来后就搬到了这里。 这里当了小四十年的楚国首都, 直到三十年前才被秦国攻克。 接下来的牵涉到韩王, 昌平军和项雁的反秦大叛乱, 就是以陈县为中心爆发的。 所以帝国的陈县一直以来都鱼龙混杂, 聚集了很多对帝国不满的人。 比如很快就要乾隆入海的张二臣渝, 就一直待在这里。 比如策划过刺杀皇帝的张良, 也曾长期待在这里。 现在陈胜也把这里选为自己的长期根据地。 他带领规模已经达到几万人的队伍, 经过激战打下了陈县。 然后把当地所有当官的人和有头有脸的人都集合起来。 现在我陈胜召集大家过来开这个动员会, 是因为我有一个梦想。 我梦想着我们的楚国能够发扬壮大, 实现革命先辈们的伟大目标。 我还梦想着全天下的人民都能像我们楚国人民一样, 得到和平与安宁。 我更梦想着我们陈县的父老乡亲们能够抓住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, 和我一起走进新时代。 所以我决定我们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家, 国家的名字我都为大家想好了, 就叫张楚。 我们不仅仅是要恢复楚国, 还要张大楚国, 张大我们的梦想。 我们的梦想是推翻万恶的秦帝国, 扫荡一切反动势力, 建立一个属于伟大人民的新王国。 所以我陈胜决定不辞辛劳, 当张楚的第一任王, 为大家更好的服务。 好了,我的演讲结束了。 现在呢, 几万把刀枪剑技一类的玩意就在外摆着。 你们有两个选择, 一个呢是和我有一样的梦想, 然后加入我的队伍和我一起去追逐梦想。 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成为梦想。 你们选吧。 你说, 当地的大老小老们还能选啥呢? 当张楚王国在陈县成立的消息传出去后, 天下轰动了。 于是, 数以百计的人拿起了各式各样的队伍, 数以十万计的部队眨眼间就出现在帝国的领土上。 帝国的基层早就已经千疮百孔, 早就已经干柴烈火了。 然而,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陈胜。 史书上告诉我们, 刘邦和项羽都是胸怀打志的人, 远远瞄到秦始皇后, 都牛皮红红地告诉世界, 我要像他一样, 我要取代他。 可是来的时候, 他俩一个还跟着叔父在县城里干点违法乱计的小勾当, 另一个呢, 干脆躲到山里面打打游击, 等着老婆送饭。 他们未来的成就自然很大很大, 但是他们此时的胆破和陈胜比起来, 确实像燕雀遇到了红虎。 很多人都面临和陈胜类似的现状, 也都有做陈胜的机会, 但是显然他们都不敢。 人陈胜什么都没有, 以除山, 一张口那就是要自己做王。 要知道, 项羽, 刘邦以及其他一大堆基础远比陈胜好的人, 也一直都不敢称王。 大家都把有资格的, 有好祖宗的人顶出来, 就是不敢自己称王。 当然, 上来就这么牛皮轰轰的称王称霸, 是不是就一定好呢? 谁也不知道, 陈胜一出手就成为众矢之地, 很快就不出意料的失败了。 这让陈胜成为了笑话, 说起他来就是终人之姿, 总之就是能力一般, 不自量力, 自取灭亡。 然而, 无论是谁也都得承认, 他是打响帝国崩塌第一枪的人, 甚至有史以来, 他是第一个不自量力过的匹夫。 你说如果有重头再来的机会, 陈胜会怎么看着人生中的最后半年呢? 他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? 不管怎么说, 他也许远远不是同时代最有能力, 最有道德, 最有资历的人。 但是论志向和气魄, 同时代的所有人和他比起来, 那就是燕去安之洪湖之志。 他是这个时代真正的霸王。